立法院的最新消息 要讓你看到的是 今天在交通委員會是有開會的 那麼這也是 這新任的交通部長 陳旭凱第一次到立法院 來做備許 不過來的第一天 他卻是押線才到 並沒有提早到 也因此這個媒體採訪 就延到了十一點 不過被問到了 外界有質疑說 他過去沒有交通的背景 卻能當交通部長 是不是會擔心 被在野黨的立委來做攻擊呢 那麼今天陳旭凱 也做出回應了 一起來聽他怎麼說 其實交通部的部長 大概有一半左右 都不是交通背景出身的 過去的每一位部長 其實都做得非常的卓越 這個部分當然 我會更努力 其實我來這邊之前 過去在地方上面的問政 我也是在交通委員會 對交通的議題並不陌生 這個部分 當然大家如果有質疑 我們就更努力 陳旭凱去透露 其實過去的12年 他都是來質詢別人的身分 那麼第一次來背詢 當然心情是有一點點緊張 不過他也強調了他的功課 其實早在前一天就做完了 但是他在想到 其實過去自己也在交通委員會 很多任的交通部長 過去也沒有交通背景 但也都做得很好 希望外界給他多一點時間 不過交通部長上任之後 第一個考驗 就是即將到來的國慶假期了 雖然這一次的國慶日是星期四 而星期五要上班 但是他說 他們也有預估到很多人 星期五會請假 會不會變成國慶廉價的模式 那麼因此交通疏運 要怎麼樣來做部署 陳旭凱有最新回應 不管是高鐵或台鐵 我們徵班的部分也都徵班了 那對於這個高速公路的疏運的計畫 其實我們過去也都相當有經驗 所以都照過去的這個疏運的計畫 唯一的差別是什麼 唯一的差別是過去大家都認為 連在一起的才算廉價 那這次因為中間只隔了一個禮拜五 我們會先評估 料敵從寬 我們就會先評估 有滿多的民眾 他可能禮拜五會請假 那就是四天的連假 我們照四天的連假的模式下去規劃 好 可以聽到 這個新任的交通部長說 他們要料敵從寬 就把他當連假來迎賬 那麼除了台鐵 高鐵 都會加開班次之外 當然在國道的疏運上 也要參考過去的經驗 那麼希望能讓國慶連假 如果想要出遊 或是返商的民眾 可以交通宣唱 以上是國會風雲的自行情形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上至於 1922年 中文字幕提供 1022年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